然后09年的时候是拿到了个人和团体的双料冠军 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五位的世界奇王 这个真的是成绩非常的棒 然后2017年的时候还拿到了这个亚洲象棋锦标赛的冠军 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五位的世界冠军 然后现在呢他是毕业于浙江大学 也是一位学霸 然后在2012年开始呢 担任了咱们这个浙江队的象棋队的教练 然后现在呢也是带领着我们的浙江队 走过了一年一年的象甲联赛 然后成绩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也是为浙江的这个象棋队呢 培养了很多的象棋大师啊 被称为象棋大师的摇篮 好的那么我们赶紧抓紧时间 请出我们的赵欣欣特技大师 欣欣欣老师好 大家上午好 小朋友们上午好 四月你好 今天参与我们活动的有南昌市符合幼儿园的小朋友 然后安逸县联合小学的小朋友和安逸县宜福小学的小朋友 那么对于青上棋青少年们啊 我也是有了解到 你也是在做咱们象棋 就是有一个教育者的一个身份 那当初就可以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学期之路 好的 那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挫折不可怕 故意在坚持啊 这个其实是四月姐姐给我订的题目啊 可能觉得我这个挫折受的比较多啊 所以让我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啊 当然这个主题很好 刚才呢我们叫少庚大哥哥是吧 一红大哥哥呢都分享了 他们的起点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走来的 那么我呢同样也是啊 从我们的初心出发 事实上呢就每个职业棋手也好 或者说我们普通的爱好者也好呢 学棋 第一个点肯定是兴趣 对吧 我们喜欢象棋 因为象棋本身呢 它的游戏性很强 大家一直都很喜欢下 那么除此以外呢 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啊 像刚才一红哥哥说是 喜欢上书抓牛蛋啊 这个怕它是有危险这样子啊 那么我呢 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从小呢 这个都比较顺啊 小的时候 幼儿园啊 读小学的时候呢 成绩都比较好 甚至小学我是跳级的 所以呢 我父母就很焦虑啊 觉得我这个从小 这个好像太顺了啊 这个成绩很好 老师也很喜欢 那这个时候呢 他必须要让我受一些挫折 嗯 嗯 然后因为 因为他们是有大智慧的人 他们知道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嗯 所以 如果说我们在小的时候 不经历一些小的挫折 让你对这个挫折 有正确的认识呢 呃 当你遇到大的挫折的时候 你可能会跨不过去 所以 呃 他想了半天呢 让我学起 那当然让我学起的前提呢 是我们当时在 我们的这个镇上面啊 这个有邻居啊 大家都很喜欢下气 我经常看看呢 就看会了 也也喜欢下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让我正式去学这个象棋啊 当我真正去呃 每天花时间去学的时候呢 就发现 象棋这个东西其实 既好玩啊 又有点可怕 因为当你每天在下棋的时候 你每天都会精力输棋啊 你每天至少会输一到两盘棋 然后你就会很难受 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 哎 我要不不下 我换一个没有胜负的啊 然后我就尽情的享受啊 呃 但是那个时候呢 后来还是坚持了下来 因为我慢慢我会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呃 输棋是为银棋做准备的 这就是我们呃 从小一直在学的叫做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那么我是正呃 怎么样去慢慢去认识到挫折这个 呃 怎么样正确认识这件事情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比赛啊 呃 这次比赛呢 应该跟呃 就现在直播间很多小朋友啊 我看有小学 可能大概是在二年级左右啊 去参加了一个比赛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的水平已经不错了 啊当时自我感觉也是比较良好 所以那次比赛呢 我我去是准备拿冠军的 呃 结果一上去之后呢 三连败啊 一上去就输了三盘 然后呃 那个时候就就就就有各种怀疑了啊 这个呃 我为什么为什么下的这么差啊 为什么呃 会输这么多啊 是不是我突然不会下棋了 或者说我不适合下下棋 等等等等 一系列对自我的质疑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啊 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很可怕啊 啊那么当时三连败之后呢 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一句话啊 如果说你把这次比赛当成你最终的目标啊 那么你就是失败的 嗯 但是你如果把未来你想成为象棋大师 想成为特级大师 想成为世界冠军作为目标的话 那么这次比赛的失利对你来讲是一次促进啊 是一次提高的机会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甚至于说是让你成熟的机会啊 所以当时我听完之后呢 我就哎 小有触动 然后在之后呢 我就改变了一下策略 因为当时在输完之后呢 我会想说我尽快赢回来 我尽快扳平啊 再尽量往前冲 但是当时听完老师的这个这个安慰之后呢 我就说哎那我先先稳住啊 我先稳住 我先不让自己输 先把心态平和下来 所以当时三连败之后呢 我中间是一个三连合啊 就是没有赢也没有输啊 稳住了 那么最后三盘棋呢 是三连胜啊 最终我当然成绩是不咋地 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比赛对我来讲是 人生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让我真正去体会了啊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样的一句话 我想我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可能也跟当时这样的一个比赛啊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啊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想可能很多小朋友都知道 但是想要真正去理解这句话 去贯涉这句话呢 可能是你要通过一系列啊 不断的训练 以及在训练过程当中 经历的一些挫折也好 所谓的失败也好 你慢慢去体会的 所以希望呢 我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吧 让大家能够在下象棋的过程当中 能够得到这样的人生智慧 好谢谢大家 好呀 那么我也知道就是您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嘛 然后就是而且您刚才介绍到就是从小成绩真的是学习成绩非常的好啊 那么可能会有小朋友会提到说那么您在学习的时候是如何权衡这个自己的时间来更有效的获得一些就是学习的知识啊什么的呢 其实这里面呢我的观点是尤其在小学阶段吧或者说中小学阶段 小学低年级阶段呢是以启迪智慧为第一位的 即使是我们真的去上学学校的内容它其实也是开发你各种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然后让你能够面对后面比如说中考高考这样的一个做铺垫的 那个时候我认为并不是以知识为主 因为那个时候的知识比较基础的 所以在那个阶段呢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接触象棋啊 因为下象棋的过程呢就是在开发你智力的过程 下象棋可以启迪你的这个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这两项基本上对你数学和语文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在普及过程当中 当然很多科学家也做过很多这样的实验 就是同样两个班一个是学棋一个不学棋 它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就是学棋的这个班它的总体成绩都是高于不学棋的这个班的 而且是不仅说是可能我们传统理解说下象棋啊 因为计算嘛所以可能数学好事实上并不如此 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全面是提高的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用象棋作为我们在日常学习当中的一个补充 可以锻炼你的能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协调这两件事情 我认为这两件事情是促进关系而不是冲突的 对啊那么您获得咱们这个就是世界冠军以后啊 就是在您的就是学棋之路上心理上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个十分大的肯定呢 那当然了对其实兴趣的保持是需要不断有成绩来保障的 对啊那么呃在这个就是您的学棋过程当中 比如说啊就是我有了解到咱们这个向甲联赛的时候 其实有一年咱们队也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对然后呢也有面临过呃要即将可能要掉极的危险什么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您作为队伍队伍的教练吧 就是怎么来就是呃协调队员们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呢 嗯呃其实成绩呢主要分两块 一块是我们日常呃训练啊认不认真啊强度大不大 其实呃刚才一红哥哥也说情能补博嘛 对吧不管我们呃天赋如何啊如果不勤奋呢肯定是不行的啊 那么可能我们在表现好的时候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 但是表现不好的时候呢可能是有所松懈啊 所以这一块是要调整的那么第二块呢是心态啊 就是团队打仗呢是要靠士气的 所以啊可能有一场比赛没下好的心态不不好了之后士气就会受影响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教练员来讲最主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激励 嗯能够让呃我们的队员能够始终不偏离他最终的目标啊 不要因为挫折他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啊啊啊啊 呃那么可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激励啊告诉大家我们的路还很长了 我们下号每一盘棋嗯大概是这样子吧 好的啊那么感谢我们欣欣特大的分享啊 啊那么咱们三所学校的小朋友们也对您有一些啊小问题想要请您来解答一下 我们一起看一看啊 啊这位小朋友是义夫小学啊六七班的黄祥森提的下象棋对我和同学之间有什么帮助 哎下象棋呢我可以理解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啊 因为在中国的下象棋的人特别多啊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用一个简单的词表示就是棋友啊 所以呃像我有时候开玩笑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有可以一起下棋的棋友啊 那么这是全国范围内的那么你在同学之间如果说你们学校有这样的象棋收担课 或者普及课的话大家都会下棋啊 平时也不仅要交流学习嘛对吧这个交流棋多好 嘿嘿嘿对是可以兼得的嗯嗯而且呃也是通过象棋吧能够呃就是走走遍各个城市 然后认识不同就是不一定是认识自己城市的棋友然后可以认识到其他城市的棋友甚至认识到世界各地的 是是是是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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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是是是我刚才把范围说小了哈哈哈哈是好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问题 诶也是义父小学的啊六八班的讲流星呃怎样有效结合学习和下象棋的事情这个问题我刚才好像是呃大致是回答过的啊 那么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吧就是呃当然到这位小朋友他到了六年级可能课业会重一点啊 所以确实时间是有限的啊啊啊那么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做得更好那我觉得呃 还是要有有分主次啊那么我认为同时把两件事情干好呢可能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可能现在很多很多小朋友吧或者说现在呃像我们杭州那边有普遍的一种焦虑就是说孩子会学的特别多 嗯他不仅是学习他他补习可能补语文数学乱七八糟都补然后呃其他兴趣爱好呢可能也有四五项啊啊 呃所以这种呢我认为不太可取啊因为到了一定程度呢我觉得嗯还是要往专精方向去发展那比如说啊学习这块啊啊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但是呢在业余爱好上面也主比如说把我们向起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的项目嗯那么你每天比如说呃保证三个小时在学习然后再保证三个小时在在向起上面的啊基本上是够用的嗯啊但是如果说呃想要的太多可能呃一样都得不到嗯嗯呃那么我们新兴特辑大师哈就是您呃有小的时候跟自己的父母下过期吗 那当然是父亲视频还不错的哦是吧是好的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小朋友的问题 呃这位符合幼儿园大二班的金思敬小朋友啊小朋友很可爱是的我小时候每天玩象棋要玩多久啊呃这个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呃在我那个时候呢可以可能课业还真的是比较比较轻松一点啊可能现在小朋友比较辛苦 呃呃那比如说像这位小朋友他提到他他是中班的那我又那个时候大班啊我那个时候幼儿园呢基本上是一下起来的办基本上呢就是晚起啊那个时候看邻居下棋嗯那个时候也没有时间的概念那么到了小学的时候呢可能有时间因为有作业了然后可能下午放学就要先做作业嗯但那个时候课业比较轻松所以呃假设我那个时候比如四五点钟放学啊呃那么做完作业可能一个小时做完 然后呢剩下之后呢剩下有至少有三个小时是可以用来下棋的啊所以呃那个时候呢我基本上每天会坚持三个小时左右时间去下棋啊当然周末的时间会更多一点啊那么到现在呢呃因为像棋是我的工作了啊所以可能每天要花到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下棋上面嗯嗯嗯有会觉得累或者是辛苦吗 啊这个就看你的热情啊哈哈哈哈哈哈好的呃那么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好联合小学的杨凯啊问的下上棋如何保持胜负平常性啊这个问题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就提到过对有分简单来讲呢就是这样就是胜和负呢它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它只是一个啊 啊在在在你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缓解啊啊所以胜负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取决于你对最终的这个目标设定很关键如果说你把最终目标比如设为我像我一样的成为特技大师那么你失败了你可能会觉得收获更大啊所以呃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之下可能会让你对胜负看得更轻一点嗯嗯 其实呃下棋也也正也是就是说呃比如说不下棋的时候有时候哈就是对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啊什么的可能低几名掉到了低几名会心理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其实学习了上棋以后或者是经常和别人切磋以后会觉得哎其实就是带着一个平常兴趣嗯就会获得一些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说这个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在这盘棋当中你收获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啊这跟学习也是一样的啊好的啊那么感谢我们呃三所学校小朋友们的分享啊然后呢也是希望吧这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直播活动能够为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为我们的像其青少年们真正的带去一些帮助啊 啊然后在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是比如说遇到挫折你会选择要坚持去对待而不是退缩啊然后呢在平时就在呃有效的协调自己的学习和学期之的时间的时候呢会选择一个呃就是更好的一个时间去协调吧 嗯然后呃在呃在有限的兴趣的时间当中能够更多的和你自己的小呃棋友们去进行切磋去下棋然后去呃认识呃各地的棋友们嗯嗯啊然后最后呢呃希望我们每一位小朋友们呢都能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去做对啊 嗯嗯因为就真的是人生很长啊嗯就是能够真正学习呃就是接触到一项自己热爱的事情是真的非常有âr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最关键了对对对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2020像假一工艺安逸专场的活动呢就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的活动能够呃呃给小朋友们带去帮助呃那么我们一起和小朋友们说拜拜吧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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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ễ嗯嗯嗯嗯